白海的这个局势 其实全球都在关注 好 美国就有这个战略顾问公司 他们就发表了他们的新的 这个战略公司的推测 就是说如果两岸真的开战的话 其实台湾撑不过90天 这是真的吗 对 我们要讲所有的兵推跟分析报告 一定是最严重的状况下 最可怕的状况下 就是说我们准备不足的状况下 我们可以怎样打这场战 来去做所有的推演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我们的汉光演习 常常红军会打赢南军 不是真的会打 实际作战会打赢南军 而是在假定最坏的状况下 红军如果打赢南军 我们要怎么因应 这些才会作为我们接下来 所有的战略布局 跟军备上面的一些补强的措施 所以难得在一个状况下 他们设定 如果美军在90天 才能够做所谓的动员 所有的军备 的情况下 台湾撑得过去撑不过去 当然撑不过去 因为但是重点是 他是用90天 连90天这个时间 我们讲白点 每天现在航空母舰都在台湾海峡 跑来跑去 日本那边一堆军事基地 怎么需要到90天 但是他们用最坏的状况 台湾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援下 可不可以撑得过90天 他们设定是撑不过去的 但是重点是美军可不能90天以后 才来支援台湾 不可 连中国他们自己的内部的观察者网的学者 叫做贾明东 就说美军怎么可能90天 不可能90天 如果真的90天才来 老乡都要请解放去吃凤梨了 有的时候他们认为也不可能 但是我要讲的 你们吃不了凤梨 没吃得好 请你们吃头刀和吃起来 听得懂就听得懂 头刀吃起来是什么意思 了解 那所以他这种 他这种报告目的 背后有什么目的 目的就是说 如果让台湾可以自我防守90天 如果你撑得下去撑不下去 那撑不下去 你需要做怎样的准备 那你才在战争发生前 你才可以做这所有的社会凝聚力也好 动员力也好 内部的包含登陆作战的防御 所谓的反雷达 其实难得的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说 我们美军是不是要把一部分的弹药武器 直接放在台湾 我们到时候派人来就好了 就不用密说了 就不用快递了 包含最近游戏坤要到宇纳国岛 宇纳国岛现在已经有所谓的美军基地 跟所有的侦测设备都在所谓的宇纳国岛 离台湾就是100公里 那我放在日本 那就是日本国土 但是我可以很快速的来持援台湾 这个就是美军在设定 如果美军只要90天后才能持援台湾 台湾内部要怎么强化自己的民心跟军事武力 这个是中间 包含在所谓的俄国 俄罗斯 俄罗斯也说解放军会赢 但是俄罗斯如果说解放军会赢 他们早就在乌克兰战争打赢了 所以他们一定会设定是 因为他跟现在中俄之间 就是剩下两个国家 彼此要互相支援 所以他们的评估报告里面也说 中共在所谓的战争里面会打赢台湾 但是重点是他们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所以这也是俄罗斯的报告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中共可不可能直接武统 或直接用军事武力来打台湾 这个可能性比较低 比较多的叫做封锁跟所谓的长期性的骚扰 这个跟侯友宇桥椅子很像 就是九段线 九段线是在地图上画画 整个南海 整个南海都是所谓的中国的领土 他们把九段线画到台湾的 所谓的太平洋地区 都台湾的东岸 整个台湾都他的 所以他的九段线其实有包括台湾的 现在还增加了十段线 不断地把用桥椅子的方式 来说我跟韩国瑜很好 意思一样 他用桥椅子的方式 用划线的方式 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这种划线的方式 但是实际上面 他们有没有持续骚扰 有嘛 他们就持续地所谓的 把海峡中线这件事情模糊化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不断地 他只要一跨过台湾海峡中线 甚至只要有所谓的军事的 我们就开始警告 甚至现在已经授权 如果对方有不利于台湾的发射飞弹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就直接开 就等于是战争 第一集就可以开动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避免 所谓的海峡中线模糊化 那另外一个避免要模糊化 就是我要讲的就是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就是台湾 台湾海峡到底是国际海域 还是所谓的中国内海 一个重尊之重的关键 马英九不断地推动 所谓的九二共识 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的政策 那两岸所谓的一国两制 这样的一个九二共识 如果被所谓的侯友宜接受 或柯文哲接受的话 他这样子会让所谓的台海 就变成是台海战争 变成是中国的内战 那如果是中国的内战 你国际怎么介入 那你国际不能介入 就没有介入的空间的时候 没有理由介入 没有理由介入的时候 就会发生所谓 台湾要自己打仗 那你必须为什么要说 我们不断要强调说台湾跟中国 台湾的主权跟中国互不隶属 互不隶属就是把台湾海峡 中线失智化 而且把台海问题国际化 那各国的持援 才会在这个90天里面 不断地来台湾来支援 包含美国跟日本 这个才是我们在政治上面 为什么不断要再提出 所谓的中国的主权 跟台湾的主权 是互不隶属的重中之重 而且这个兰德公司 最后有个补充很重要 他说最关键的一路是 政治领导层的素质和实力 这一讲就是侯友宜就出局了 你选一个整天去依依依侍的 那你到底要怎么打 他怎么那么了解台湾 他知道现在台湾中华大选 最重要就是候选人的素质不够高 含金量很趋近于零